他是世界上最殘忍的罪犯 因為他連小朋友也斬 他是世界上最囂張的罪犯 因為他刻意在命案現場 留下大量罪證 他是警方最想捕的人 不僅他殺人全家 而且他還逃亡了20年 歡迎大家收看《晚吹罪光燈》 今集繼續有我,歐錦棠 當然少不了我們美女拍檔可宜 以及日本重案專家花家姐 我們過往也介紹過滅門慘案 一定是捉到兇手 阿花姐,你有聽過那些滅門慘案 但又捉不到人嗎 有一宗很久歷史,可能你還未出生 40年前 在新加坡,一街幾口一起住 但當時父母不在家 有四兄弟姐妹,五至十歲 當時被狂徒入屋連環斬殺 完全毫不留守,全部都死光 但這個兇徒逃之夭夭 到了今時今日,也捉不到人 但當時的哥哥 當時他只有十歲 他拿著兇徒的一束頭髮在手上 在他臨死之前 但這束頭髮也沒用 到現在也捉不到他 會否可以檢驗DNA 因為現在特別在內地 可以憑DNA找回很多年前的案件 但真的非常兇狠 你說的兇徒 殺了四個小孩也不止 他每年定時定後都寄一張卡 捉人家絕子絕孫 很死亡,沒有人性 有這麼大仇口嗎 對,即是人性殯滅 不過人性殯滅在日本同樣有兇徒 都是在手法前文在家裡 殺了全家 不過他留下的不只是一束頭髮 他留下的所有物證 多到你不相信,非常可怕 2000年,徐夕夜,東京細田谷區 44歲的龔摘一家 租神秘人入屋連環殺人 男戶主龔摘正男和太太 一子一女全部遭殃 兇手在血案現場留下了大量血跡 指紋、衣物 甚至查出他殺人後 在現場逗留過一段時間 吃過東西和用過電腦 雖然留下了這麼多線索 可惜時至今日 鋪守身分和動機依然成迷 四條人命依然沉冤待雪 案發的地區 大家不太熟悉,也沒甚麼地方可以走 現在說蝕谷區,大家會知道在哪裡 蝕谷區是靠著蝕谷區 就是住宅區為主 案發時是2000年的最後一天 日本人過了2000年 才算是完結了上一個世紀 所以這單案亦被稱為 日本上一個世紀最後一宗未解決的懸案 在這個除夕的日子 早上11時 在三層高的屋裡 發生了這麼恐怖的命案 事發時有兩間屋連著 旁邊的屋是爸爸的外母 跟他老婆的姐姐一起住 大家的關係都很好 當時外母打過電話來找他們 因為隨便想跟他們說一些恭喜話 但發現沒有人接電話 誰知道他覺得很奇怪 平時不會這樣 於是他走過去,自己用鎖匙進屋 發現一些很震驚的畫面 當時外母進屋後 他走到那條樓梯上角樓 看到他的女婿 但已經是陰陽永隔 看到他的女婿的屍體 就是公澤正男躺在灘血裡 當時當然又震驚又傷心 但也要硬著他 因為還有女兒和那兩個孫子 怎麼辦 第一時間就是找他們 當他上到角樓時 看到女兒抱著孫女 好像很想保護他 但當時看到他混身也是傷 被人斬傷,流血 閹閹一息 其實一看就知道兇多吉少 有兩個孫子,孫女也死了 孫子去了哪裡繼續找 怎樣傷心也要忍著,繼續找 原來發現孫子在她的房間裡 不過她不是被人斬死 她是被窒息致死 但很慘,當時眼睛和鼻都出血 全家都滅門 女兒是大女,八歲 小子只不過六歲 大家看到公澤先生有點鬍鬍 你看到他的樣子 其實他有藝術的感覺 其實他真的是一個設計師 他在英國公司做設計 而他的太太和太太的姐姐 在家裡做家庭補習 大家可以看到一張照片 就是他們居住的地方 也是這個案發現場 兩間房間相連 右邊其實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公澤先生一家 就是這個命案現場 左邊就是她的岳母 以及她的太太、姐姐 居住的地方 正常的背景 都是一個挺健康的家庭 似乎不會很容易跟別人結怨 說回死者的胃部發炎結果 他們很有可能是之前一晚 大概11時遇害 而男主人公澤、正男的頭部 更加被人斬了很多刀 在她的頭骨裡 更加找到一小塊 就是魚山刀的碎片 而她的全身,更加不用說了 是被人斬了很多刀 多用力才可以留下刀的碎片 對 公澤太太也很慘 身中多刀 面部被人用刀 用力刮了幾下 好像故意弄到她毀容 要血肉毛,不採面目全非 最慘的是頸部斬了很多刀 幾乎要伸手而處 當時她抱著女兒 但小女兒也中了很多刀 倒我血泊之中 至於我剛才說過 小孩子沒有被刀傷 但原來證實是被辣死、窒息而死 似乎她對女死者使用過多暴力 這很明顯是…可能很仇恨 通常是仇恨、情殺案才會毀容 對,但其實在血案現場 兇徒留下了大量罪症 其中留下了很多腳印 在浴室有一個沙窗 當時發現被人毀壞了 應該從那裡進來 旁邊有腳印 門外有鐵絲網 有些樹 鐵絲網是破爛的 也有一枝樹枝斷 懷疑這個兇徒從那裡爬上 爬上浴室,再爬進屋子 相信她用同一個途徑 離開這間屋 在現場的情況推斷 她應該用一把自己帶來的魚山刀 先攻擊男戶主 正常也先攻擊男人 因為她最有可能會反抗 但應該是斬她的頭 應該沒多久 把魚山刀已經斷了 但她繼續用這把刀 去攻擊女戶主和女兒 然後再去廚房拿另一把刀 再加以殺害 很大仇口 完全一定要不留活口為之 對 她做了這麼多舉動 她也沒有戴上手套 她在屋內留下大量的指紋 包括找到一塊膠布 還有一些女性用的衛生棉條 找到屬於戶主四個人以外的血跡 推測可能屬於兇徒留下的血跡 可能她在砍崩刀時 她也可能弄傷了自己 公澤一家遇害後 兇手疑似兩次使用過電腦 因為在滑鼠上找到她的指紋 而且她第二次使用的時間 而且在早上說到差不多10時 她是屍體被發現之前的一小時 是很純粹的 真的要流通宵 對,即是她整晚很可能在屋內過夜 又或者她離開後再進來 但我覺得可能性未必很大 她不單獨過夜 她瀏覽電腦看了幾分鐘 看甚麼呢 她不是看一般的網站 她瀏覽過護主公特先生公司的網站 另外看過一些大學的研究院 以及政府的科學技術廳 這是很專門的網站 不過最奇怪的是 有時我們上一些網站 我們明天再重溫一次 有一個標籤 她在標籤看過一個 在日本很出名的 叫做四季劇團的網站 嘗試在裡面看看售票的情況 不過沒有買到票 她還整晚在 她在這裡做甚麼 她用過別人的洗手間 發現了開大 吃蝦蜜瓜 吃了別人的四杯雪糕 可能別人打算一家四口吃 喝了別人的一包蜜茶 很誇張、很過分 好像真的很放鬆 去了酒店 我做完事,我要開餐了 這個感覺 她又將有關公澤先生的工作 以及她太太教室的文件 撕破了她 然後還要衝進馬桶 不知道她有甚麼心態 殺了人之後還會做那麼多事 究竟她是否很享受… 有很多人被她殺死了 她繼續在這裡覺得很享受 所以要在這裡慶祝還是怎樣 警方也不知道 我們作為旁觀者 更加不知道她有甚麼心態 為甚麼 她在現場樓下大量發症 包括甚麼 我不足夠數給大家聽 一頂魚膚帽 她用來殺人的 她斷了魚生刀 有一件運動衣服 有腰包、有手套 還有一些… 沾有香水的手巾 她留下的證物不是亂拼得通 摺得整整整整擺放在這裡 等你取得 擺明有心挑釁警方 但2000年的時候已經有DNA 為甚麼還會留下這麼多 這些蛛絲麻跡 真的不知道 很自信 很自信 奇怪在留下這麼多證據 都找不到人 這個兇手最有可能是甚麼身分 待會回來跟大家拆解 所謂暴走族就是飛車黨 類似歐美的兵士 兵徒 都不是一個很專業的人 不相信是一個殺手 腰包有一些沙立 近著美國愛德華斯空軍基地 附近的沙漠 會否受過類似軍事訓練 但這有兩個可能性 繼續我們第二節的 《晚吹罪光燈》 上一次我們說到日本發生的 2000年最後一宗未解決的事件 就是男護主公澤先生 一家四口慘遭殺害 遭受滅門之痛 兇手在現場留下大量物證 警方最初以為很快就能破案 破20年,還未抓到人 其實他在現場留下了很多血跡 這些血跡某程度上 都可以看到他的特徵 其中很特別的是… 血型是A型不特別 最特別是甚麼 他有南歐血統 負系是亞裔 而沒有歐洲地中海的血統 即是這個可能是混血的日本人 或者是亞裔的外國人 而留下了蛛絲馬跡 警方也沒有放過 特別是鞋印 看看鞋印是英國的S字頭牌子 其實在日本當地買不到這隻鞋 不過這隻鞋在幾年前 在韓國生產了4000雙 即是有可能他買了水貨鞋 要不然就在外國穿這雙鞋入境 或帶了牠回日本 兇手就留下了很多物證 包括有腰包 腰包的蠟縫 你知道日本人塗的 可能都塗得比較仔細 蠟縫有一些化學粉末 可能是乾燥劑之類的 有些化學粉末 還有一些沙粒 細心分析這些沙粒 這些沙粒不是來自日本 而是來自美國的西岸 西岸近哪裡有一個很著名的 新聞經常說愛德華之空軍基地 附近有一座沙漠 是否屬於美國本土的人 至少去過那裡 甚至有人懷疑是否軍部的人 好像這個兇徒都給警方提示 是嗎?讓你知道我大概在哪裡 我的身分是甚麼 亦從他留下的衣服 可以推斷到他的身高大約170厘米 不是很高 而他的年齡是多少 真的很大約15至35歲 很高 我覺得警方的範圍也很大 比較大,對吧 他現場留下這麼多物件 警方覺得這個人一定膽很大 我也知道,另外他可能心理有些問題 怎會這麼瘋狂 但我又覺得會否是他故弄懸虛 故意留下了 可能他的朋友的衣服留下 然後引開警方的注意力 真的不知道 而且警方很著重一點 就是究竟他在多少時離開這家 但看他玩電腦的紀錄 其實只是早上10時多 正常你做完這麼大的案件 你去完洗手間,吃完東西 你會否也趁黑酒 神不知鬼不覺 但他不是 即使他旁邊很多屋都已經搬走了 可能他只是看中這個原因 向這家屋下手 結果他真的可以逃遭腰 這件事很奇怪 有另一條線索,遠一點 就是這樣說 案發後大概有六個小時 有一群由東京淺草出發的列車 大約是下午5時26分 到了一個日光站 有一個男子下車後 去到站長要求跟他治理一個傷口 他的手是一道深入肩骨的傷口 流很多血 男子這人形容大概30歲 身高175厘米 差不多 跟兇徒差不多,警方預計 因為現場有些衣服 還有鞋印 估計到他的身高 大約 這位男子當時穿了一件黑色的羽絲 和牛仔褲 但這是事後人們匯報的 當時真的沒有遺疑 所以真的找不到 很細緻 你這樣做傷法 你幫人治療 幫人治療 你不可以說他怎樣傷 不過他形容了傷及肩骨 流過很多血 會否就是他 不知道 所以一個可疑的人物 他唯一的線索 不如這樣吧 這時候我們請來的前景探林Sir 跟我們一起分析一下 其實據你所推測 究竟是否屬人所為 以及究竟是一個兇徒 還是多過一個兇徒 在這宗案裡 我相信只有一個兇徒 他所做的… 留下的痕跡等 看起來好像自由自在 那個犯罪手法很粗疏 所以這個兇徒 也不是一個很專業的人 不相信是一個殺手 只有一位是打招的時候 他為了方便,就殺死了 因為我看過一宗澳洲棉門案 他後來發現是屬人所為 屬人一早知道你家裡的佈局 他進去後 已經知道你誰人躺在哪間房間 我先殺了誰 如果據你這樣推測 其實他真的會亂來 進去,看到誰就斬誰 他應該也是亂來的 可能他為了自己方便工作 譬如他不清楚屋裡沒有人 就會被人報警 所以他會先去摸屬殺 摸到哪裡有人就殺誰 哪裡有人就殺誰 他這個也很兇殘 因為現場說不見了15萬日圓 15萬日圓 大概1萬港元 是,但又說有些錢 有些手息就沒有不見 現場會否看到甚麼就拿甚麼 也不會找到整間房子都暈倒 即是他可能到了某個數目 自己一筆錢就算了 好的 但林Sir覺得有否可能 是日本的黑幫所為 你看看滅門案 會否有甚麼深仇大恨 所以要這樣做 因為當時也有一個說法 就是因為他們住的房子 附近的人已經開始搬走了 日本政府想趁日本經濟低迷時 收回那塊地再重新發展 但他們一家人堅持不肯搬 會否這樣招惹黑幫來殺身之禍 如果看黑幫來說 他們的手法不會那麼粗略 也不會留下那麼多痕跡 而且不會那麼餓 吃飽飯才開工 對,我覺得對 黑幫會比較專業 所以我覺得這件不會像黑幫 但我知道有資料顯示 那個男戶主 事前曾經有人說他和附近的暴走族 是有一個爭執的 所謂暴走族就是飛車黨 大多數是電單車 類似歐美的利用天使 暴走族那些… 我相信他犯案也不需要這樣做 他也未必一定要去屋殺他 只要跟他吵架,對吧 例如在街上撞到他 或撥他,殺死他 因為跟附近的暴走族 他一群人一起行為兄弟幫忙 不需要這樣滅門 這個滅門,第一,可能很心酌乃坑 第二,有些人有屋時 他本身的性格很冷卻 一定很無情 小朋友也能下手 對,我覺得他真的有反社會行為 還有反人類行為 反人類行為 反人類 因為你連殺四個人 這個真是反人類 林Sir,你提到他很不專業 他可能排除了職業殺手 但純粹這樣問而已 剛才去到腰包裡有一些沙粒 近美國愛德華斯空軍基地附近 一個沙漠 而且根據現場有很多鞋印 他全部橫行 他捉住這場地走 他盡量希望以為 盡量留下小的鞋印在外面 而且留下的衣物 雖然好像很傻,故意留下 但他接得很整齊 會否有可能受過類似軍事訓練 你覺得如果說一個男人 有些地方會受兵役 所以受過軍事訓練是不奇怪的 香港是吧,香港沒有兵役 例如台灣、日本或外國 而他的所謂橫行 可能他走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不要被人發現 至於他裡面的沙粒 在美國的空軍基地海灘 附近海灘 這方面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就是 他真的親身去過那裡 就去過沙粒,在吊包裡 第二個可能性 這可能不是他原本的 可能會撿回來 又或者有甚麼辦法拿回來 沒錯… 所以這不是100%可以肯定 這一定是沙灘或美國的空軍基地 換句話,未必一定是他 對 可能是買二手東西 對,買二手東西 或者撿回來 或者你說得對,買二手東西 或者是另一宗案件搶回來 但當時也有鄰居向警方提及過 在案發前有一輛白色私家車 在他們一家寫的家前停泊了 好像是監視他們的家一舉一動 也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而且也看到車內 坐了一個大概年約30歲的男人 也符合我們之前所說的跡象 還有女事主本身也跟樂府說過 最近經常有鄰居私家車 在我們家門口停泊 會否當時,就是你之前所說的 是監視他一家人的動靜 或者其實他真的生活過不去 看見哪一家人容易落手 你覺得對 很多時候罪犯要入屋 他們不會這樣無情情 就在家裡無人 他們起碼事前也會有些觀察 看看是否容易入屋 對,人多不多 裡面有甚麼人 他也要掌握一些資料 放風、陷阱環境 對 其實是拆路線沙波 所以是踩線 踩線… 如果住了四個猛男 或是一個躺過來 那他就不選擇了 已經不敢走你了 別拿我們來說,千萬不要拿我們 但鄰居也沒有說 會否看到樣子是混合的 對,不過到現在為止 整二十年了 日本警方因為還未能破案 據說每一年公宅一家死亡時 警方內部有些人都會向他家鞠躬自協 甚至把通緝金額提高到 二千萬日圓一個紀錄 百多萬港幣 即是若然不報,時辰未到 希望兇徒早日被緝囊歸案的日子 快點到 今天很感謝林俊跟我們分析 謝謝…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